这期试过来解决一个常见的断网案例 看看本期的网络故障 又会给我带来哪样的难题吧 今天不上完吗 今天没有 现在又什么情况 外网零不上 我这边看 那你那个供华在哪里 先打 打开一台我看见了 我看了什么 那边那边都是内网 都是内网 这些都是内网是吧 这两台外网 是哪台不能上我看见 这台 这台 那那边都是内网 然后只有这两台是外网 这台坏 那台是外网跟内网 这台外网 然后 那就说这台上不了 一般电脑动网 基本上是陆无戏出了问题 起初我打算去光芒那边 看看源头网络是否正常的 正当我打算去光芒那边 看看什么情况的时候 电脑跳出来这个界面 就引起了我的注意 怎么跳出这个来 这个界面就意味着 这电脑第一次连接这个设备 于是我就查了下 这电脑的IP地址是多少 我们打开网络和共奖重新 这个界面 然后点击以太网 再点击详细信息 这里 我们就可以看到 路由器的后来地址了 我浏览器输入 这张地址后 结果跳出来的这个界面 TV link 这路由器让我重新设置密码 那就意味着 它已经被人为还原出场了 那么这个路由器 会不会是主路由器呢 看来多么原因 我要找到这个设备 才能知道是什么情况了 我先看一下线路线 这里还有个交换器 于是我先打算搞清楚 这里的线路线 因为他们这里有 两个交换器的缘故 所以我得确定 这电脑是哪个交换器负责的 好消息是 这个大交换器上面 一个灯都没有亮 那么它就被排除了 然后就到这个交换器了 但是这下面的线 太乱的缘故 当时我以为 这白色线是连接电脑的 但是我拔了 电脑还是显示 有网线连接的 这个时候 我首先就把整个交换器电源给拔了 因为我怕这个电脑 还不是连接这个交换器上的 好在我拔电了 电脑就显示网线断开了 这电脑确实插着交换器上的 由于他们动网 是这个TP牌子陆续引起的 所以我得找到这个TP牌子的录器才行 当时我就问了一下小哥 你这边有个TP的录器不 在哪 当时我运气挺好的 以为找到了那录器 但这个录器它只接了一个弯口 很明显 它不是我要找的录器 整个里面只有这个录器 外网就只有这个 那我就先查一下这个 我用我电脑查一下吧 为了知道这个录器是什么型号 我只能填写密码 把这个录器给激活 然后进入后台看看了 我把录器激活后 我在后台里面 认识没有找到它的型号 但它显示300兆的录器 格外的显眼 因为现在随便一个录器 都是千兆起步的 很少有300兆的录器存在了 它是一个比较老的录器了 所以想找到它应该不难 正当我一筹目斩的时候 小哥就和我说 外面有个发射器 它是不是我要找到录器 你收我那个算是录器吗 在哪 那你们之前是怎么上网的 之前是正常 然后就有一些 就是断断续续嘛 然后找那个什么网 然后那个 然后我就让小哥 带我去外面看了一下 这个只有去到 你这个是网桥 这网桥是打到 打到那边的 我看到这个网桥是堆到那边的 然后跟他们走路 现在对面不成 这样吧 你带我去他这个另一头 我看一下 你带我去他 对他他另一头 于是我就让小哥带我去对面看一下 那边的话 那边放在哪里 我就是从那边 那里请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他从这边发过来的 当时我是想找到他们主机房的 但小哥说这里的设备非常多 他也不知道我要找哪个设备 谁只能带我挨个网桥来找了 我看到一条白色线 我看到一个 转移 那这转移很漂亮 嗯 这转移 你这转移是飞气的 我来到了第一个房间 这里只有一个不亮灯的转移 那么这个房间就被我拍球了 后面我发现他们这边的房间非常多 这样找到去没完没了了 顺的线 所以当时我只能顺的网桥线路 再找到看了 我看到一条白色线 等下我顺的线 我看他能不能找到 我发现有一条白色线 这里还有个交按机 还好我不修监控 修监控真正的血压高 我看到这白色线是到哪的 但是我看到有一条白色线 不见了 我知道你断网的原因 但是我要找一下 这白色线进去了 这里是你们的地方吗 我好不容易顺的网线之后 还是同样这个房间的 当小哥就和我说 这个房间是别的公司的 后面我才知道 原来这一排有好几家公司 当时我就怀疑 我可能看错了网线 正当我准备重新找线的时候 小哥又带我去了另一个房间试试 看看里面有没有我想要找的社会 这里面吗 这里面有人吗 进来了这个房间 我又看到了一个TP的路线 很可惜的是 它是没有插电的 当时我找了半天 这个房间也没有我要找的设备 有个关心号啊 这个也不是 这个也是不用啊 这个都不亮 你这个也不亮 那你们是怎么上网的 看来还是得去网桥那边 顺着网线才行 我再看到那个网桥那条线 我爬上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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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确定一下 它是从哪里的 闲门了 当时我一路顺着白色网线的时候 小哥又给我提供了一个线索 里面还有个宽 里面还有一个路 要什么东西在里面 哪里 在沙发旁边 再看看 看看 也不是吧 是吗 开始我以为这里也不是 但是直到我看到了这个 这摩克我太熟悉了 它就是给网桥供电的 那时候我就基本确定 网桥就是接到这个交换机上的 但这个交换机上这么多条线 它的网络源头又是哪一条呢 很可惜这个小哥对这种一概不懂 当时我打算拿电脑来测的时候 没想到小哥那时候就打电话问人 这个交换机是通用哪里的 没想到他还真的给问出来了 于是小哥就带我去那边看一下 在这里面吗 不过小哥问的那个地方 距离刚才那个办公室实在是太远了 我和小哥走了好长时间 才到这里 打开门的时候我发现啥都没有 相当距离那么远 那时候我就怀疑 小哥是不是问错地方了 不过好在我当时 还是坚持把这个房间给看完 没有啊 他这个门外面 他这个门外面这个画素 哦这里这里 虽说这里找到了大量的设备 但是仍然就没有我要找的那个300兆的路由器 而且这些设备还不一定是负责他们公司的 所以我又和小哥去其他房间找了 算了应该不是 那边好像还有个箱子 还有个箱子 也不是吧 由于其他房间也找不到那个300兆的TP路由器员故 所以我只能折返回去了 那时候我只能回到这里 用电脑接上交换机 试试这里能不能找到那个TP路由器的中介 当时我查了电脑地址 果然 这里也能找到那个TP路由器 为了验证一下 我浏览器输入了后台 确实是这个路由器了 于是我就开始了长拼找线 拼灯后 一旦我拔对了线 那么这条线就是我要找的了 当时我发现一二口没亮 所以我就选择拔二二口 结果运气挺好的 我就拔了一条 它拼就超实了 看来这条线另头就是那300兆的路由器了 当时我看到这条网线有个二的标签的时候 于是我就问了一下小哥 那这里有个二的标签吗 你们这边有没有房间二 应该没有 我都很早过来这边了 那行 我找到问题了 但是我还要找到那台设备 只能这么玩 既然小哥不知道 那么我只能上玄线椅了 当时我就去玄线最大的房间 开始测 希望通到这里的 这里有标签吗 还真的是这里 原来这里确实是他们的网络源头 那这台就是他们的主路由器了 但上面写的是1900兆啊 那时候我才明白过来 原来那台显示300兆的路由器 是二级路由 它正在干扰整个局网 我必须要找到它来信 于是我就用电脑接上交换机 开始了产品 通过拔线 看看它二级路由器是哪条线上的 结果运气挺好的 我拔了三号线 天就超实了 看来就是这条网线了 当时我电脑重新刷新的在IPDIS 网络就给恢复了 然后就和小哥一起去大厅看看 网络有没有恢复 小哥 走吧 去看见那边网络恢复了没 我来到了大厅 我同样给电脑刷新了下地址 电脑网络就给恢复了过来 但是这样自表无资本 因为那个二级路由器还在 我得必须要找到它来行 当时我不知道这三号线是通向哪里的 所以我只能用行日移 挨个房间来测了 但是很多房间都处于关门的缘故 之前我更加担心 这个网络是和其他公司一同使用的 这样的话我就没办法去找到这个路去了 眼看要陷入死局的时候 这时候一个NTC就登场了 啊 网络还是不行啊 我这边的WiFi就不行啊 哪里的 这边的WiFi不行啊 这里的是啊 WiFi WiFi不行的啊 对啊 那WiFi在哪里 我在隔壁华 那你带我去咯 我看见那WiFi 来个来个 既然他说有个WiFi无法正常使用 那么我必然要过去开 开不了 让我没想到的是 开不了 既然换了好几把钥匙 才把门给打开 试着钥匙吧 看呢 哇 你这里还有办法是开一下灯咯 灯开不了 那个位置 哪个 在那里 没看到 这个吗 对啊 我的天 历经千辛万苦 多贵着这个NPC 我才把这个路器给找到 就是了 啊 就是我 就是这个啊 对 我跟你讲 就这个WiFi 把你整个网络扰乱了 是什么情况 那现在是没有了 就是这个啊 肯定没有啊 找了半天 终于找到你了 你知道我找了多少个房间吗 后面我查明了 是有人把路系的烂口 接到了交换机上 然后他把IP地址释放了出来 导致整个局网都受到了他影响 所以我要把这条网线给拔了才行 我把网线给拔了 再把这个路系设置上网 从此当门网络 又可以正常使用了 好了 这是典型的二十六戏 让搞四方IP地址 导致动网的案例 希望本期牌杂故障 会对你有帮助